剛剛是否開會比較延誤 所以才會比較晚出來 對對對 那現在董事長他平常是都一把抓 所以才會開會開很久 其實這真的是蠻杜撰的劇情 如果有跟我們一起參與開會的話 就會知道其實我們還蠻民主的 很多意見董事長會詢問大家的看法 然後最後會用了決的方式來做最後的決定 好像你現在還沒有正式宣布參選 不過今天早上其實林鄭榮律師其實怎麼搞的 不好意思因為這個人我們真的也不認識 但是因為時間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包含這個柯市長昨天也說 這是歷史上關鍵的日子 那我們相信在接下來日子裡面 有很多林憲童們會陸陸續續的出來 所以針對於這些部分我們真的就不回應了 那那到這個背棄就是這個撒棄然後跟那個廢棄 對有關於這些事情我們就不多做回應 因為其實也無從回應期 那因為這個823通台之後 好像就是一個同盟太系 並不是那麼的有加溫 所以現在民調也不斷往下墜 好像說必能拖延拖太久 民眾都沒有耐心了 我們知道大家對於這個郭台銘先生的期待 也知道說這個郭柯王三個人的合體之後 對社會上所造成的一些 可能大家希望忠告主流力量能夠匯集在一起 這方面的期許 這些聲音我們都知道 我們也聽到 那接下來也是中秋佳節 我們也希望說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送給柯媽媽月餅 或送給王院長月餅 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好好來討論一下 那就是接下來我們該要怎麼樣回應社會的期待 那柯市長接受專訪的時候說 如果郭董不選的話就換他偏遠交戰 那郭董會有讓柯市長這邊擔憂出來嗎 其實剛才提到了 其實郭柯王三個人的 不管是他們三個大人之間或者是幕僚之間 我們的溝通管道都是非常順暢的 有什麼意見我們都會在會議的當中會提出來 幕僚之間會彼此溝通 會傳達這方面的訊息 那我們也相信說柯市長對於 期待台灣的未來能夠更好 這件事情跟這個郭先生是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再進行討論 所以言下思義是說 柯市長可以對未來可以樂觀看待嗎 其實不只是柯市長 包括郭台銘先生相信也都是天人交戰的 因為我們一再強調說要做任何的決定 真的沒有這麼簡單 今天要考慮到的很多情況 都必須關系著台灣的未來 所以我想這部分不只柯市長會擔憂 我們自己也會再做進一步的資料 能否儘快決定讓民調可以有所改變 其實民調數字真的就是參考 我們也強調說我們聽到大家的聲音 當然民調數字高 我們當然也會很開心很歡喜 但是這代表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要反思一下 為什麼就是大家對我們的期待會這麼的高 或許就是社會上真的有另外一股聲音 期待中道主流的力量能夠匯集 如果最後決定參選會退回黨政嗎 這個不是我們考量的重點了 因為我們一再強調說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那退回黨政這件事情必須要說 他決定是不是參選之後才會有進一步的形式的問題 那這部分在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們都不會做回應 郭董是榮譽黨員 如果今天能不能說 因為你常講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那能不能說如果郭董參選的話 就其實可以透過參選來改變國民黨 我想要講一件事情 比如說今天郭台銘先生關心的是什麼 以今天這個情況今天的新聞來講 他提到的是日本發生了把西颱風 台灣有很多朋友去留在機場 也在日本旅遊 他希望這些人都能夠安全 平安地回到自己最愛的家鄉 另外在這個屏東高鐵男生的這一段事情 是郭台銘先生那時候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他到屏東的時候聽到地方的聲音 在7月6號的時候 他有提到高鐵男生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很樂見 政府能夠把郭台銘先生聽到的地方的聲音 飛隨他的腳步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也希望說 是不是蔡英文政府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可以繼續跟隨郭先生的思考 顧及到全台灣的民眾 不是9月3號這個退黨的聲明 那你要想說 因為不買這個黨內的聲音 包括到什麼 不好意思 國民黨的事情我們就不多做回應了 所以黨籍的問題 不是郭台銘現在去考慮的東西嗎 沒錯 因為現在蘭怡好像有分析說 如果郭董銘要一直下把的話 可能會出現這個氣候效應 以現在的情況來講 氣誰保誰都還是說不定的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很焦慮也很心急 希望我們能夠趕快給個答案 所以陸陸續續有很多版本出來 包含這個氣保效應是不是要發酵了 我們民調下滑了 我們是不是會擔心 那我覺得這一部分 我真的是必須要做一個慎重的回應 郭台銘先生的確他還在思考 請再給他一些些時間 那這關鍵的日子裡面 他做的決定其實也會影響到台灣的未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讓他多一點思考時間 給他好好的靜下心來 把這些事情再想清楚一點 他有沒有算下個電話 因為現在距離這個獨立參選的 這個登記剩下八天了 對 所以其實9月17號之前 我們會給外界答案 這是確定的 所以中秋之前 柯文哲柯市長是收不到月餅的嗎 我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會親自去送給柯媽媽月餅 也會送給王院長月餅 那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那中秋禮尚往來也是應該的 所以我們會跑一趟新竹 你們有幾條嗎 你們有幾條 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我們現場就可以揭曉答案了 新條內容是什麼有想好嗎 目前還沒有想好 那另外一個方面想要問一下 因為昨天的時候有傳出說 913然後郭董要發這個退黨聲明 現在您是否可以堅決的否認這項傳言 對我們的確沒有這件事情 也沒有9月13號要發表退黨聲明這件事 所以在這裡要跟大家慎重的澄清一下 其實郭台銘先生所思考的 的確是台灣整個大方向 怎麼樣替台灣提出一個解決的兩方 所以外界所關注的是 我們會不會有這樣子一個動作 其實是不會有的 包含時間點 包含這樣的方式都不會發生 對黨籍的部分是否採取這個被動的方式 由國民黨方面來處理你們的黨籍 國民黨真的要怎麼做 我們一再強調 不是我們能主控的 但是我們眼前就是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 現在有在找競選手部嗎 沒有 那因為郭董幹出洪海 然後傳出也富士康被逼出 入港中的女生 然後他們早時熱誤要有大力 對您剛才也提到了 郭先生他已經退出了 洪海也退出了富士康相關的職務 所以有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可能要請洪海那邊來做說明 好謝謝 另外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那有沒有想要對韓國瑜有些期許 郭董有沒有對 因為畢竟韓國瑜現在已經有造勢 然後真的是有 然後他也講過一些話 那郭董現在對韓國瑜 有沒有一些話想要說 其實有一些話在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郭台銘先生都已經說過了 然後他也提到說 他跟這個韓國瑜的哥哥 也是從小到大一起的好朋友 也算是兄弟 所以有一些話包含就是說 當初建議他不要進中聯辦 這都在初選之前的事情 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我們覺得現在在說的話 好像時間也有點太晚 為什麼是韓國瑜的造勢 韓國瑜的造勢 我們希望就是說 其實如果這個造勢 真的是為台灣好 大家認同台灣的心事一致的 今天不管是韓粉或者是鍋粉 只要為台灣這一顆情勢一致的 希望目標都是希望蔡政府可以下下的話 那就沒有韓粉跟鍋粉的差別了 目標一直還有可能合作嗎 其實未來的事情真的很難講 你說合作是用什麼方式的合作 還有雙方面要怎麼談 這真的都是很難講的事情 我覺得在9月17號之前 讓我們好好冷靜的想一想 把這件事情確定下來 我已經說過這關心著台灣的未來 我們希望這關鍵日子裡面 能夠做出來的決定 都是對台灣好的 提告律師求償100億 那我們這邊要怎樣的意義做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這個人我們真的不認識 對於他的動作我們不方便回應 未來會有更多像這樣子的人會出現 那我也希望說大家能夠保持理智的心 好好把這些事情看清楚 謝謝 謝謝 那到時候課媽媽你們親自去 還是郭董親自去 我們會親自去 郭董的親自去 郭董的親自去 對對對 時間我們會在她的各位 所以會公開 所以幫她課媽媽還有就是王院長 對 王院長會公開嗎 也都會公開 但是我們要再聯絡一下 會在日出前嗎 會在中秋前 對因為接下來就連假了 所以我們會大概是這一兩天 就是三過四這樣 對對對 所以 郭董開始送月餅之旅 也沒有啦 就是主要是郭柯王 然後大家一起 就是主要 那為什麼是送柯 那不是送柯市長 沒有因為柯市長的時間 我們比較難 互相喬在一起 那怕這樣子 又過著中秋節也不好意思 那剩下也沒幾天的時間了 包括今天或明天 應該就是可以送月餅的日子 所以我們希望說 呃 再跟柯市長喬時間 他也真的很忙啦 要喬到大家都到 實在是不容易 所以希望說呃 我們這邊趕快幕僚來作業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這兩天 我們就請這個郭台銘先生 自己親自跑一趟 嗯 所以除了送他們還會送其他人 呃 我們還是會送媒體朋友啊 對 所以就是還是 柯市長嗎 呃 目前沒有考慮欸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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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